脫道到南下大溪交流道 鎖定目標 員警緊追在後 駕駛橫跨梁哥車道 下一秒 機會來了 駕駛車 駕駛車 卡住了 卡住了 駕駛瘋狂逃窜 車突然失控 朝大貨車撞上去 直接卡住 動彈不得 警方馬上鑽小縫 超車 堵住去路 結果他 試圖逃跑朝警車衝撞 沒用 GG了 員警一下車 馬上破床 駕駛車內兩人 他叫鎖高先生 鎖高先生 你不要動 而會被發現是因為他們 十五號凌晨在桃園龍壽街 與中山路口違規右轉 被員警攔下 結果不但拒檢 沿路闖紅燈 逆向逃窜 甚至還開上國島二號 追逐站持續二十五分鐘 二十幾公里 準備下大溪交流道 才逮到人 一查揪出逃跑原因 安全來使用強制力破窗 過程中造成員警左手手指割傷 隨後發現車內二人 皆為毒品通緝犯 並一舉查獲犯嫌持有 海洛因 安非他命等毒品 全案依法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心虛落跑以為高速逃逸 可以躲過一劫 結果還是狼狽落網 不斷大呼小叫 就是不願配合 這回不遵守交通規則 也讓自己身份曝光 還是得乖乖回禁職 TVN新聞廖東青 也身份桃園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